好的 我们谈一下这个 淑芳阿姨要去参加这个 乌克兰战胜的事情 就讲了啦 你就讲了 没关系啦 你就讲了 就讲了 我把你背了多少军火一起跟他一起 来 一起来 打过去了 打过去了 82岁淑芳阿姨跳海跳楼 自己来 霸气喊 明天出发乌克兰 来 阿姨 讲 赞声欢迎陈淑芳 不好意思 我刚才是要去菜市 你把我抬起来 我也不知道 欢迎联系舞 祝福姐白娃圣 有才有处理 我本来以为我们说 我们的早点 都能逼人家 李鸿馨 绝对逼人家 一定是好戏 还用说吗 有四个千金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哪个都喜欢 怎么都喜欢哪一个 那谁最漂亮 啊 最漂亮 这应该说我吧 红音哥的床姓 冠音哥看得非常的羡慕 因为他觉得他的对手 这十年来都没有换过 他有点腻 你是不是有点开心 这个你要问雨昕 我每次拍这个戏之前 我当天我都说 今天又对你不好意思了 是不是 永兔还故意就是笑我说 小三都很不喜欢穿衣服 刚你在讲这些过程当中 其实笑的最勉腾的是 淑芳阿姨 他一直在想说 我哪都没看到 你那一样 哦 没 我今天看到这个片花 哇 真的太感动了 我真的哭了一阵子 嗯 哈哈哈哈 哈姨啊 对啊 不是啦 不是哈姨啦 老百姓啊 我要假生的啦 八天长大事都会打到火了吗 没有关系啊 你要两天不睡觉我也可以啊 不要忘了不是阿姨哦 我是妹妹哦 哈哈哈哈 我也是我是干妹 就怕一家团员话题不够活 淑芳阿姨催落去 天外飞来一句 我要去乌克兰等兵了 好的我们谈一下那个 淑芳阿姨要去参 参加这个乌克兰战争的事情 就讲了啦 你就讲了 没关系啦 就讲了 就讲了 我把你背了多少军 我一起给你讲 你解决我来吃 你那个年代没有怎么替身面 没有啦 海花多汁啊 那你到底会不会有用 我学过 但是 可能初一 相信师傅我是上来的 哈哈哈哈 不会啦 初七就上来 不要不要 师傅来不上来 初七不是上 初七就回家 你最高中级楼的时候在你坐 三楼 就坐在那里 两楼 三楼 三楼耶 这很巧 那下面就指不指向 对 好久 好久 不打高手 难怪你要去乌克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还知道 你开门就去了 哈哈 你开门就去了 打门就去了 嗯 咯 看来 我可以帮你去乌克兰 我可以帮你坐我 我可以帮你去乌克兰